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在31號的時候 中共有兩架殲-11的戰機 越過了台海中線 我們特別邀請到前立法委員 也是退役的中將 帥華民先生跟我們一起來 討論這個事情的後續相關的效應 帥將軍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首先跟您請教 就是這個殲-2這兩架戰機 過了台海中線 這是什麼樣子的含義 尤其是很多人提到說 這是針對美國的一個警告 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當然這個一石二鳥的東西 首先給觀眾報告一下 海峽中線在海面上是看不到的 就是說大概這個距離到了 那飛行員有的時候是沿著邊走的時候 難免會插過來 可是很快就會矯正回去了 無論是我們的戰管告訴他 我們飛行員告訴他 或者他的戰管通知他 你不要去touch這個中線 那這一次能夠停留十分鐘的話 那就代表是有意要穿過 就是不遵守這個默契 那這個默契不是國際上的默契 是台灣跟中國大陸地區的一個默契 就是說這麼多年來 九二共識裡面就說 大家不要去碰這個海峽中線 實際照地理來講 其實中線早就破了 我們飛行門不就飛到人家 是 對 所以這就是兩岸 有善意的時候的一個共識 那這一次過了這十分鐘 第一個我方會發現 第二個大陸方也發現 他容許他的飛行員 在這邊停留十分鐘的話 那這就是表達兩個意義 一個 你美國不是憑良想在台灣海峽 穿來說去搞了兩三次嗎 那你美國的理由就是這樣 這是國際水域 我自由航行 那老共的意義是說 你能自由航行 我也可以自由航行 因為你美國也沒有承認中線 對不對 這個中線是以前我跟台灣之間的一個 善意的這個共識 那現在台灣搞這個去中仇中的 太嚴重的時候 又在依賴美國的企圖 越來越明顯的時候 那我就是給你一點壓力 第三個意義就是說 雖然中國這個習大大是 一再主張是和平發展 在一中原則之下和平發展 但是大陸的鷹派 對這個行為也不太滿意 大陸的鷹派普遍的說 美中貿易造成大陸的經濟下滑 而且造成了很多企業倒閉 那你對台灣軟弱 也是對美國軟弱 所以鷹派的壓力 讓習近平也必須要做些這件事情 第三個就是說 做這件事情如果有後果的話 那中共它有相當的自信心 說我可以處理這個crisis 所以它不像96 兩個有點區別 96是文工它後面是5赫 赫只是下一下就stop 那這次是說 你美國的印太戰略再挑釁 我也拿台灣做一個警告 讓你美國說 你不要搞得太過頭 我也可以拿 你拿台灣做棋子 我也可以拿台灣質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有第一次 就可能會有第二次 我覺得不只是第二次 因為兩岸發展的趨勢 當然看島內的變化 也看美中關係的變化 看它要不要用這個東西 所以那目前照這個局勢來看 美中貿易也不是那麼快 它可能一階段二階段 也可能有惡化 像川普跟軍大眾兩個佛秀而去的 這種行為 對不對 所以老共把這個 美中會談往後演 那這演裡面 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 最關鍵的技術 美國開出來這麼多條件 美國在懷疑你執行有沒有能力 就是說你什麼開放了 技術管制了 那中共的國營企業能不能放手 這是中國大陸的紅線 你把我國營企業搞掉 你沒搞到 所以這個中美貿易戰爭不會短期結束 那台灣的政治形勢 如果說不政黨輪替的話 那反中仇中一直到全面台獨 就可能形成 所以它必須在這 武嚇上面要加碼 所以我認為這種行為不會一下就終止 其實在蔡英文沒有搞這個 剪刀槍這件事情以前 中共的繞臺行為已經很多了 那這個繞臺行為也是這樣一絲二鳥 就是說你日本跟美國的第一島鏈 我早就已經突穿了 我進入南海 南海的這個深入南海 那麼又參加國際維和 它的遠洋艦隊 跟遠洋的這個海軍基地 一帶一路的部署也差不多了 所以它積極參與在南海地區 跟太平洋地區 太平洋地區 它的活動是非常頻繁的 然而美國感覺到自己勢力的示威 它必須加以遏制 但是美國提倡出來的印太戰略 其實是一個dialogue 不是一個treating 也不是一個條約 也不是一個協定 那我們這邊常常把印太戰略 也視為是一個保護的上方保健 那就是錯誤了 我為什麼講它是一個對話 dialogue 就是說印度、澳洲、台灣、南韓 做一個印太戰略 事實上我們的海空實力 跟南海遠不可記起了 我們只能夠在台灣海峽周邊 那印尼、澳洲都不形成戰力 印度現在跟中國大陸也在搞暧昧關係 所以印太戰略我看是已經破局了 第二個 我看印太戰略的實力來講 第七艦隊在太平洋裡面 算是負責這一塊 那美國的SIMPAC 就是太平洋總司令 它已經感覺到它的管區太大 太平洋一直管在印度洋 那它的艦隊不夠 就把美國大西洋艦隊的船撥進來 那即使是撥進來 在這麼廣大的一個海域 從印度洋一直到東海 那它想應付這個問題都有問題 所以川普要下令要建造航母 但是航母做出來 起碼五年到十年 才能夠真正服裕 所以印太戰略 我也講是一個 政治上的一個操作的手法 實際的效應並不大 台灣不要去期望印太戰略能帶給我們什麼安全保障 這點我可以講 絕對沒有了 我想問的是 之前我們看到的是所謂繞島 繞島很多人講說 與其說是對台灣 還不如說是對一個區域 尤其是對於比如說像關島那邊的威責的作用 那現在是過海峽中線 這就是直接針對台灣了 對我們的戰略的威嚇的意義又更大更直接了 對 因為我講嘛 中線是兩樣的默契 一個共識 那既然你台灣說不承認九二共識 你打破了九二共識 那他覺得他有必要遵守這個共識 因為不去過中線你好像 其實前面的繞島已經是很大的威脅中容了 你想以前共機從來沒有到我們台東外側的海域去走 這個橫山基地那邊去照相 把玉山的照片拍給你台灣老婆去看 其實那個對我們懂軍事人講 那就是威脅了 那海峽中線因為媒體常常把這個東西提成 變成一個指標性的 這個兩岸的一個land mark 就是說你不要去碰了 那現在他碰了 碰了就是告訴你 我可以威脅到你 因為他是南北向的這個 這個中線的跨越 跟直對的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二個 老闆星可能沒注意到另外一個新聞消息 就是說我們也派出飛機去併航的時候 大陸沿海的很多機場 白雲機場是關閉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它的民用機場 常常跟軍用機場是合併的跑道 那民用機場停飛了 空域管制了 就是說它後面的戰機 大批的戰機隨時可以起來 如果說台灣的飛機跟併航的時候發生插槍走火 打起來的時候 你看我們是用IDF上去 對 後面又叫到四架F16上去 你上去老公也就上去 這個因為大海茫茫的老百姓是看不見的 我們在雷達戰情史裡面是很清楚的 我請教一下 就是現在的報導是這樣的 就是說他們兩架殲11過了中線 對 我們這一邊就是已經在巡航的IDF就過去來 然後我們這有四架的F16就上來 對 他們那邊又有兩架上來 對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雷達上面 你飛機一離開地面我就可以看到 飛機的速度 我雖然看的是一個光影 看你的速度就知道是戰機還是民航 對 所以這個很清楚 就是說你加碼我就加碼 誰都不願意在插槍走火裡面 丟了面子 那問題 蔡英文在講話 就我覺得 蔡英文現在是說 他是以三軍統帥的身份說 要第一時間強勢驅離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我就講 軍方就無所示從了 第一個 1100戰機的基本性能比我的經過好 第一個 它滯空時間很長 它作戰半徑是1600公里 我們這不到1000 那換句話 它在天上停留兩三個鐘頭是沒問題的 我們不能停留那麼久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飛機的結構比我新 就像老車行車一樣 它可以承受比較大的壓力 做更多的迴轉活動 第三個它是飛彈 這個空中作戰 大家都受以前高智航的那種 Dogfight 二次大戰 一次大戰 搖尾巴那種開機關槍 事實上不是 因為 現代武器競爭 美軍有一個slogan 有一個標準的原則 它說 What I can see What I can hit And what I can destroy 什麼意思 只要我看得到 我的視距 我的雷達 搜索視距看得到你 我的飛彈就要能打到你 打到你就要能夠摧毀你 好 空軍比作戰戰力優勢的時候 第一個 你的搜索雷達 對逆中的飛機看不看得見 這是未來的 第二個就是我距離 我近視眼 我只能看你一百碼 我的眼睛正常 我看六百碼 那我就 就可以先下手了 第二個就是武器裡面講 Stand off 他們叫什麼叫Stand off 你一把匕首 我就拿一把五十刀 你拿一把五十刀 我就拿一把掃刀 我比你長 所以我先打了 Hit and run 打完我就走了 你就沒有辦法反抗的餘地 所以拿金國號跟千十一來講 說你沒有辦法達成小英的所謂強勢驅離 那因為我們回到以前96飛彈危機 2001年那個撞擊事件 那解放軍的飛機並不是那麼佔優勢 對不對 他對美國的P3C當然不是戰鬥 但是那個王偉那個飛行員 就做了非常危險的動作 他不但併航 還在他機頭上面上上下下 這種就是很危險 就拿自己的命來讀你的命 結果查算了 那我們回過頭來 小英講 你強勢驅離 我們拿什麼東西強勢 我想唯一的辦法 第一個 用通話告訴對方飛行員你過界了 這個不算強勢驅離 強勢驅離的最起碼的動作 就是把我的飛彈打開鎖定你的飛機 這個還是一個強勢的警告 那強勢驅離 所以就是說你一個是逼近你 第二個我就開火 或者對空中 就像警察一樣對空敏槍 但是如果你把那個射控雷達一打開 對 對方一定也知道 知道 那對方如果是為了自衛 他也打開 這就是擦槍走火的 這個最容易發生的一件問題 當年美國問我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控制 我說有 因為是要靠戰管 因為飛行員 對 你要站在飛行員的立場 你在開飛機 敵人的雷達一旦鎖定你 對 你的警報器就響了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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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這個時候你心跳 甚至上來 對 你只有兩個決定 一個是我反擊 閃避而且反擊 一個就是趕快離開 跑走 那這個下決心的時間 頂多只有八秒鐘 為什麼 從人家的飛彈打出來 擊中你八到十六秒鐘 就把你的性命就完結了 我記得 我想到以前我一個經驗 那個時候也是兩岸很緊張的時候 那時候空軍作戰司令 我把他名字姑且不講 他比較個性軟弱 那時候我就給參謀總長羅本利建立 我說你派一個強悍的副總長 進駐到空軍作戰司令部 他說 總長問我為什麼 我說 飛機發生併航的時候 是空座部直接要掌握的 你這個空座司令是打還是run 是跑 你要下決心 而這個司令 我對他的認知 是比較猶豫認 我說你不派 參本部下去一個副總長代表我支持你的做法 第二個也幫你下了 deck up你的決心 結果那副總長是我好朋友 還幫我充滿一頓 搞得我去住了一個月 所以這個問題 插槍走火從雷達一打開就開始了 就危機就產生了 所以這個時候沒有強烈的戰管 你是很難控制這個場面 另外一個可能 當然有人講說從地面的防空飛彈 對 來打開 飛行員你不要動 我下面來做 其實下面來做 我們就比較一下好了 跟當年就不一樣 當年我們的地面防空火力算是強的 那現在自從中共引進蘇聯S-300 一直到S-400 這兩個防空飛彈現在是全世界裡面算是頂尖的 第一個它射程長 300公里到400公里 400公里 可以到我們東部 對 問題是我們優力的就是說 真要打起來了 飛機都起不來 對 你一離地它的射程就可以到達 還不用航母 有平潭 不見沿海它就可以打 那 任何一個先進武器 都要在戰場上 有 你能夠表達 才證明你的實力 不是那個軍火箱吹牛 講什麼東西 就是代表你的實力 S-300在中東的戰場上 已經看到它的威力了 所以美國在北韓要部署薩德 也是雙方的較勁之一 那我姑且不論我們的防空飛彈 雖然也很強 但是S-300一出來的時候 你拿飛彈對飛彈的話 像大家說我們也有 飛彈對飛彈是愛國者 可是愛國者的距離很短 愛國者是 像子彈打子彈一樣的精度 它只能維持3.5公里的高度 這個是它有效射程 就好像我眼睛上面的睫毛 蚊子飛過來的時候 眼睛抖一下子就走了 但是你 我們的空軍基地從南到北 起飛作戰的飛機 你要拿有多少愛國者飛彈 能夠也不能戴上天 所以用地面飛彈解決空軍危機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你這樣動員 那是全面開戰的味道 那我另外再問 那不是危機了 那就是說我對你宣戰 如果說現在不用飛機上的 飛彈的射控雷達 我們有一些飛機是性能比較強的F-16 比如說我們四架F-16上去 如果IDF不行的話 上去用在它前面干擾它的行進方向 或者是用某個方式逼它改變它的方向 但是這個東西就很危險了 這個基本上我想我們的空軍的準則裡面 不可能要你去拼著撞擊的危險去跟人家逼近 對 這個講良心話這種是所謂一時衝動的 是 大概說在準則裡面不會這樣子 就是說要比態勢 就是說你兩架我四架 四架後面地面帶你飛機要起來 對 那就是肌肉展示了 但是這個問題肌肉展示你有他也有 對 沒錯 展示的越兇 如果不能夠克制 你的國安團隊 國安團隊 不能夠及時宣達總統的指令 任由軍總在做這種東西 就是危險 你看所有好萊塢電影裡面 美國的總統對他的軍事領袖都是壓得很凶 對 為什麼一旦爆發起來 就沒辦法遏止了 這是個惡性循環 暴力是無限升高 比如說我打你一巴掌 你就還我一拳 你還我一拳 我可能全身就上來 所以 戰爭 插槍走火是個很危險的事情 那不是個理性的行為 你打掉我一架 我就上來兩架 這是軍人的一個自然反應 那政治的力量 這個時候我覺得 蔡英文不應該講這個話 你應該呼籲兩岸和平上去解決這個問題 不要恐嚇台灣老不信 你結果如果強制驅離 我很怕人家對方來問 好 你如何強制驅離 我平常講 我以當年處理九六費難的危機的經驗 我們能夠強制驅離的手段太有限了 甚至已經顯示不出強力 你怎麼強力 現在台灣是把F16看成是最好的機種 但觀眾知不知道我們F16當初買 我在立法院就非常反對買AB F16兩種兩代 一個是AB型一個CD型 AB型已經工廠停產了 當初賣給我們是AB 我們那個時候在國會也要求 你要賣就賣CD 為什麼要賣CD呢 因為CD 歐洲很多國家還在用 那就好像你們汽車 Toyota的零件很便宜 因為它大家的都在用 你買那個馬薩拉基的車子 零件就很貴 那那個時候他不賣 美國這個商人太厲害了 把他淘汰的筆記賣給我 那這一次呢 又號稱 我給你改了16V 等於你是20年前的福特車 給你改了一下電子系統 改了一個這個渦輪引進 V是什麼東西呢 Version就是 搜索雷達給你加長 這個 站管的方式有所改良 飛彈的這個payload有一點改良 其他基本的推力 飛機的股價 飛機的性能 還是不行的 所以基本上 講起來很洩氣就是 美國對台灣的援助 常常是口惠而是不治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這個東西呢 因為台灣從南到北 這七八個機場 跑到一旦被人家的飛彈打碎掉以後 你用快乾水泥 你用剛洗去潑 沒有四個小時就不能再起飛 所以它每四個小時來一發 我的飛機就沒有辦法起降 就算起來了回不來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強調要買F35 35跟直升機一樣的 它可以短跑道就起來了 那你這個跑道不解決 我的空間只能打第一仗 就起來了 我講就像神風一樣 就是說起來我不打算回來了 或者起來我跑到日本去降落 那只有這個辦法 所以這個 中共的飛彈導彈的精度 它到五米之內 就是無差 但是五米之內 長程 短程 中程 都造成我們機場很大的威脅 所以這一點空軍 要達成蔡英文的強制距離的話 風險很大 我們下一段 我們就繼續來請教 帥將軍就是在96年台海危機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人在擔心 如果大陸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 過海峽中線的話 這個引發的一連串的反應 會不會到最後 有類似96年台海危機的一個相關的情況 我們待會來繼續談